近期王牌对王牌的官博已经将头像换成了2022年的新款,不知是否说明新一季已经开始制作了 第六季第一期播出时间是去年1月下旬,现在已经2月中旬了还没有第七季的官宣具体播出时间,也不怪网友都在公众平台上给梧桐导演提意见了,连请几位嘉宾都有建议 今日有知名博主发出消息称,王牌对王牌第七季的首轮录制会在2.14到2.15号开始录制,而家族成员还是沈腾、贾玲、华晨宇、关晓彤 看到这条消息你是否很兴奋呀,又能看到王牌家族成员之间搞笑互坑了 四位王牌家族成员搞笑的互坑,默契的接话,优秀的歌舞,都是一七七收视率居高不下的保证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他们全员参加,华晨宇和王牌对王牌一起上了热搜榜 华晨宇在王牌家族一七七的播出,变化是最大的,从一个羞涩,腼腆的可爱少年到现在已经腾化成搞笑,幽默的成熟男人了 华晨宇是家族中唯一一位专业歌手,在需要展示唱功的时候,当然就只能他顶上了 在节目中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引人入胜歌曲 关晓彤作为家族的其中一员,也算他们的舞蹈担当了,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是佼佼者,业务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,在节目中带来很多令人惊艳的舞蹈 当然要说影响力还是要恕沈腾和贾玲了,可以说两人一起撑着节目到现在的,当然也离不开其他嘉宾的付出和努力 王牌家族每人都不可或缺的,希望他们能一直合作,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和欢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